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11月28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中国习近平敦促在外部风险下加强海外法治 路透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强外交法治 习近平强调,要深化国际执法合作,加强领事保护和协助 建设坚强法治,保护海外公民和利益 中国私营企业在海外面临法律挑战,包括假货指控和禁止TikTok应用的措施 习近平还敦促个人和企业在全球扩张时提高合规意识,遵守法律、法规和习俗 中国的目标是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培育世界一流的仲裁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再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组织撤离并处理了涉及数百万人的领事保护案件之际 人们呼吁更好的保护海外公民 台湾起诉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军事人员 彭博社 台湾已起诉十人,其中包括现役和退役军人,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这些人被指控建立间谍网并招募军事人员收集国家机密 其中两名人员受雇拍摄一段宣誓效忠中国共产党的视频 作为台湾最大的军事支持者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对北京涉嫌渗透台湾军队的行为感到担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警告经济转型漫长而艰难 彭博社 中国央行行长潘弓胜强调 随着中国经济转向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需要容忍短期增长放缓 他淡化了对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相关风险的担忧 称中国政府总体债务与其他经济体相比相对较低 他表示,房地产行业的调整从长远来看对经济有利 该行业对金融体系的溢出效应相当有限 中国反对供应链脱钩,希望与所有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陆透社 中国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反对切断供应链,愿与各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该声明发表之际,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其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表示担忧 这些言论是在中国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上发表的 这是北京增加外国投资努力的一部分 去年,美国和欧洲宣布的对中国绿地投资的价值大幅下降 而对印度等国家的投资则有所增加 尽管投资者纷纷出走,量化对冲基金仍压住中国 金融时报 计算机驱动的对冲基金正在无视外国投资者的大批出走 美中紧张局势升级以及压住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审查的加强 一些欧洲量化基金正在中国设立办事处 并推出专门交易中国资产的基金 理由是中国资产与其投资组合其他部分的相关性较低 这是其独特的多元化来源 其他外国投资者的退出被视为量化交易者获利的机会 因为它减少了竞争 然而,该行业正面临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审查和一些散户投资者的批评 与中国做生意的成本 与习近平共进4万美元的晚餐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华尔街日报 在2022年5月首次宣布交易几个月后 中国监管机构终于批准了美国芯片制造商博通 收购企业软件开发商VMWire的收购邀约 此举被视为向对在华开展业务持谨慎态度的美国企业伸出的橄榄枝 反映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然而,这一批准不太可能打开对中国的投资大门 因为企业高管对在中国开展业务仍持谨慎态度 中国海警警告日本船只不要进入争议海域 路透社 中国海警船对东海岛屿周围有争议海域的日本船只发出警告 中国海警采取了必要的管控措施 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中国和日本均声称对钓鱼岛又称尖阁列岛周围海域拥有主权 两国在该地区对峙 部署巡逻艇并互相敦促对方离开 中国呼吁日本立即停止在该地区的一切非法活动 中国食品配送公司美团在经济逆境中超出收入预期 路透社 中国食品配送公司美团点评第三季度收入增长22.1% 强于预期 该公司继续从COVID-19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该公司公布本季度营收为764.7亿元人民币106.9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为626.2亿元人民币 美团2020年第三季度的盈利受到新冠相关限制的打击 导致配送服务需求下降 尽管需求依然低迷 但美团第三季度业绩受到国内旅游反弹的提振 交易量同比增长90% 美团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配送平台 占据69%的市场份额 中国高级官员表示 澳大利亚海军舰艇在中国附近海域需要谨慎行事 ABC 在导致两名澳大利亚潜水员受伤的冲突之后 一名中国高级官员警告澳大利亚在中国附近海域谨慎行事 这起事件发生在本月早些时候 当时一艘中国军舰在东海部署了声纳 而潜水员正在清理其螺旋桨上的渔网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表示 由于之前对澳大利亚船只的胁迫行为指控 中国使用声纳监视澳大利亚船只 刘海警告说 如果管理不当 未来东海和南海的对抗可能会升级 高级特使表示 中国希望恢复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关系 彭博社 中原部部长刘建超表示 中国正在寻求恢复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关系 刘承认双方都有担忧 但强调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 恢复关系的重要性 此前 澳大利亚对一艘中国驱逐舰 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发出的声纳脉冲 造成其海军潜水员受伤表示担忧 这场争端发生在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内塞对北京进行历史性访问后不久 刘还欢迎澳大利亚记者返回中国 并批评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参与其5G网络 中国央行行长指出地区偿债困难 日经亚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工胜警告称 中国西部和北部较薄弱的地区 可能面临地方政府债务偿付困难 他还承认 人们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很多担忧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需求疲软 价格下跌 不过 潘表示 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将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汽车业务负责人表示 华为部分汽车业务正走向独立 路透社 华为表示 其部分汽车合作伙伴现已准备好转向独立运营和投资 该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智能汽车解决方案部门董事长余承东在上海举行的华为与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合作开发的Luxed S7轿车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言论 华为最近宣布将与汽车制造商长安汽车成立一家新的合资公司 持股比例为40% 华为支持的电动汽车品牌ATO自两个半月前推出改款M7车型以来 已收到超过10万份订单 华为此前曾表示 它并不自己生产汽车 而是帮助其他汽车制造商改进汽车 台湾能否继续对抗中国的虚假信息 日本时报 本文讨论中国如何利用虚假信息和深度造假视频来破坏台湾的民主 文章提到 最近在台湾流传的深度伪造视频事件 似乎显示该国领导人正在推动加密货币投资 这些视频被认为是中国特工制作的 目的是挑拨离间并破坏台湾的自治 这是中国利用不准确的叙述和阴谋论来分裂台湾人民 并主张对该岛的控制的更大模式的一部分 随着台湾1月份选举的临近 人们对北京的侵略策略和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的担忧日益加剧 阿里云一个月内第二次服务中断 美国雅虎 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云服务 周一遭遇了两个小时的中断 该问题影响了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的客户 也是阿里云一个月内第二次出现此类中断 此次中断影响了阿里云的多个数据库管理产品 并于周一10点58分得到解决 根据研究机构IDC的数据 阿里云是中国最大的云提供商 该集团此前曾遭受过长达三个小时的中断 影响了多种产品 2024年中国企业盈利增长将创七年来最佳 路透社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表示 中国企业预计2024年将出现七年来最强劲的盈利扩张 分析师预测 这些公司明年的利润将增长16% 这将是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业绩的改善归因于政府旨在支撑消费者需求的措施 和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 目前 中国的疫情后经济复苏被认为脆弱 但人们认为政府举措可以提振经济增长 并帮助资产价格在2024年复苏 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否认研究公司 Grizzly夸大收入的说法 美联社 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否认了卖空者 Grizzly Research对其虚假夸大收入的指控 商汤科技表示 该报告包含毫无根据的指控 以及误导性的结论和解释 报告发布后 该公司股价下跌于9% 以其面部识别技术而闻名的商汤科技表示 正在审查这些指控并考虑下一步行动 Grizzly Research的报告称 商汤科技利用收入捏造手段 夸大其销售数据 并暗示该公司缺乏业务透明度 商汤科技于2019年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 原因是其技术被用来压迫中国的维吾尔少数民族 中国在打击网络暴力过程中 详细介绍网络欺凌案件 南华早报 中国公安部已处理了十起网络欺凌案件 其中个人被拘留、罚款或监禁 该部的声明是北京自9月份发布定义和惩罚 网络欺凌的指令以来首次公布一系列例子 公安部表示 近年来网络欺凌现象愈演愈烈 有些案件导致受害者自杀或患上精神疾病 香港二手房价格跌至2017年3月以来最低 南华早报 香港10月份住宅价格下跌2.16% 是官方指数跌至6年半以来的最低点 拆想物业估价属的住宅价格指数 从9月份的328.5降至321.4 今年以来 二手房价格已下跌约4% 较2021年9月该指数创下的历史新高 已下跌19% 10月份的跌幅较9月份的2.4%跌幅要轻 后者是2021年以来跌幅最大的月份 那一年 分析师预计2023年整体房价将下降5%至6% 2024年上半年将再下降3%至5% 中国疲软市场的一角出现了251美元的反弹 彭博社 由于大盘股票市场缺乏回报 中国投资者正在转向北京证券交易所50指数上市的小型且波动较大的股票 该指数自10月23日低点以来已上涨超过50% 但当局对交易量激增感到担忧 并对异常活动发出警告 监管机构正在考虑让部分股票纳入中正主要指数 然而深圳农会基金董事总经理周南表示 由于主要利益相关者获利了结 且股票受到市场流动性不佳的影响 涨势可能会很脆弱 放缓的中国仍引领大宗商品竞争 路透社 中国从以房地产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转向注重绿色和高科技产业 正在推动对铜和铝等大宗商品的需求 习近平主席正试图给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增长降温 但同时也热衷于防止社会动荡 因为中国普通民众将其70%的财富储存在房地产中 这意味着陷入困境的开发商仍被鼓励完成需要铜的建筑项目 此外 中国政府希望加大对绿色和高科技产业的投资 这也将推动大宗商品的需求 例如 铜对于制造电动机和电池以及电网和可再生能源计划至关重要 中国的铜需求量预计将从2020年的1400万吨增至2030年的1800万吨左右 同样 中国的铝需求量预计将从2020年的3700万吨增至2030年的5000万吨以上 即使中国正在向新的经济模式转型 这些因素也为中国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Moderna开始在中国建立MRNA生产基地 美国雅虎 据美国疫苗制造商Moderna称 其在中国的第一座MRNA药物生产设施已开始建设 尽管Moderna的COVID-19疫苗尚未在中国获得批准 但该公司于7月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 在中国研究、开发和生产MRNA药物 上海的工厂将为国内人口生产药品 该工厂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工厂 Moderna没有透露计划在该工厂生产什么产品或何时开始生产 采取措施遏制涨势后 北京证券交易所指数暴跌5.2% 创历史新高 南华早报 北京证券交易所50指数周二下跌5.2% 该指数代表在中国最小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小盘股 此前该交易所运营商采取措施冷却了该指数在2019年5月以来飙升于50%的涨势 过去一个月 交易所对异常交易行为发出了口头警示、监管通知书和书面警示 政策制定者推出措施以促进中国内地最新交易所的交易后 引发了北京交易所的买盘热潮 中国的Shan如何成为快时尚巨头 路透社 据路透社援引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 中国时装公司Shan以秘密申请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 误估 Shan由Chris Lee于2012年创立 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时尚市场 拥有超过2.5亿社交媒体粉丝 尽管该公司没有公开披露其收入 但据称该公司2021年的收入约为1000亿元人民币和157亿美元 Shan采用直销模式和按需制造系统 依赖中国的第三方合同制造商 据称 该公司在3月份的一轮20亿美元私募融资中估值超过600亿美元 中国有望提前释放3190亿美元特别债券额度 彭博社 据官方媒体报道 中国预计将在12月底前释放2.28万亿元人民币 3190亿美元的明年特别地方债券额度 此举被视为北京推动2024年经济增长的早期举措 政府预计将明年地方政府特别债券额度的60%提前分配给各省 表明对基础设施支出的承诺和发行意愿债券 中国今年有望实现或超过5%左右的年度增长目标 但经济学家预计2024年增长将放缓至4.5%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一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ubrief.com 4w.6 4w.6 4w.6